大S离婚的事情传出来之后 台媒表示双方都已经处理完了离婚的协议书 没过多久 大S和汪小飞的离婚声明就出来了 事实证明 他们夫妻之间的确是结束了离婚与财产分割等事宜 夫妻结束长达十年的感情 11月22日 汪小飞和大S的好朋友林心如在举行华灯初上的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被问到大S离婚的事情时 林心如也简单地做出了一个回应 林心如是和好友修杰凯还有主演们一起进行新片的宣传活动 同为好友的大S和汪小飞在举行夫妻结婚十周年纪念的时候 还特意请了霍建华和圈内的一些知心好友举行庆祝 日林心如和霍建华还有S妈妈都在一起 为这一对夫妻见证结婚十周年的幸福 当时聚会的画面十分的温馨 甚至在纪念日的当天 汪小飞送给老婆一个超大的鸽子蛋戒指 然后夫妻还一起甜蜜相拥 大S在镜头之中一脸的甜蜜 当时陶哲夫妻或建华夫妻 范小轩等圈内好友都在场 11月22日 林心如被问到自己是否知道大S已经离婚的事情时 林心如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 反而是听到了媒体的采访之后脸色一沉 接着表示没有什么要说的 这是属于人家的家务事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刚刚才听说到了 并且林心如语重心长地表示 其实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在变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当下 活在当下才最重要 对于大S离婚的事情 好闺蜜林心如也是简单地做出合理的回应 并没有什么不妥 别说她了 就连大S估计也没有想到她会和老公 在纪念结婚十周年的半年之后选择离婚 林心如的回应也算上很得体 而修杰凯被问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修杰凯的回应同样也显得很实在 她表示自己跟大S并不是很熟 虽然在一个圈内 但私下里是不会有联系的 修杰凯呼吁大家要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过好每一天都比较重要 如今看来大S和汪小飞离婚 夫妻缘分没有一直走下去 对于好友林心如来讲也是变化太快 活在当下吧 既然已经分开了 那就各自安好 一别两宽从此各过各的生活 至于孩子们 双方一起共同抚养 好好的带着孩子们成长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